这像言语的爱上 大家好,我是林业老师。 今天我们上第28课。 今天是几号呢? 17号 又是这个7啊,西方写的时候画一个小点点,一个小痕。 中国人写的时候是不画的啊,就是这个7。 周六 星期六,书面雨水,星期六。 星期六是休息的时候,那么休息的时候就做自己喜欢的事情。 喜欢的事情是什么呢? 学汉语。 对吧? 这是林业老师最开心的事情。 如果您喜欢学汉语,林业老师最开心。 好,今天我们学打电话。 打电话。 接电话。 打电话。 在西方一般习惯于拿起电话,说。 我是林业老师。 先说自己。 自爆家门。 自爆家门。 你打电话。 要对吧?" 无名 pi 。 。 我……是……。 三……。 梨语老师。 。 是这样的说法,而在中国呢,如果你拿起电话,通常会问对方, 请问,请问,这里是某某公司吗? 这个不是我们英文里的XX,而是代表的是某某。 请问,这里是? 华商公司吗? 或者说,请问,您是? 您叫什么名字? 麦克! 麦克老师吗? 麦克不够尊重,是比较熟悉的人,才会这样称呼这个名,而不是姓,麦克老师。 有可能,他是史密斯先生,比如说, 请问,您是史密斯老师吗? 注意! 这个您,我们通常在打电话的时候,不可以说,你。 你,你,属于我们口语,比较熟悉的人,同学,朋友,同事,我们互相之间都称呼,你。 而表示尊重,尊重必须。 尊重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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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尊重。 我们在用心和您说话,在打电话的时候, 一定是,请问您,这个请,是全球都用的,尊重的一个词。 请,请问您是史密斯老师吗? 不可以用麦克,麦克也许是他的名字,而不是姓。 好,这里我标一下这个汉字。 这是细。 这是明。 您。 我们不可以说尊重的您,然后用了名来打电话,不可以。 一定说,请问您是史密斯老师吗? 用姓。 用姓。 姓就是我们的名字的构成家庭的姓。 这个大家族的姓,这个才是尊重的。 比如,林彦老师,姓李,姓李,如果您给我打电话,您说,请问您是李老师吗? 李,明白吗? 如果我们很熟悉了,我们都知道,啊,我认识您。 那么就是,林彦老师,我是林彦老师。 如果我们不认识,拿起电话来,我们说,李老师,请问您是李老师吗? 我想看一看第三课的学习资料,您可以告诉我吗? 打电话。明白吗? 下一个,接电话。 叮叮叮叮叮叮叮,你的电话响了,你拿起电话,你说什么? 嗨,这里是麦克。 可以这样说,自己说,自己是麦克。 可以,这里是麦克,请说,接电话,可以这样,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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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这里是林燕,明白吗? 嘿,这里是林燕,请讲,嘿,这里是林燕,请讲, 然后,答应了以后呢,说,好的,好,这个电话这么说完啦,你来我往的说完啦,最后要说什么? 谢谢,谢谢,再见,谢谢,再见 最后要说谢谢,再见 记住了吧?打电话,接电话,要表示尊重和亲切,要注意,要说,请 明,然后呢,要说明,结尾的时候呢,要说谢谢,再见,中间的时候呢,不能称呼明,要用信来说话,明白吗? 要用信,要称呼,信,可以说,好的,好的,请讲,好的,请讲,请讲,好的,这几个,专门的啊,老师再标注一遍,您好,您好在哪里? 您好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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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OK,张嘴讲话啦,先要说您好,您好,然后呢,请讲,然后呢,要使用信,不能是明, 您好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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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您好 您好,请讲,谢谢,再见。 接电话,打电话,都要用到的,记住了。 好,这就是今天我们学的,打电话,接电话。 您好,您好,请讲,谢谢,再见。 记住了吗?好,今天的课,我们就上到这里了。 如果你对林雅老师的课感到满意,那么不要忘了,看看屏幕右下角,给林雅老师一个订阅。 林雅老师会非常的开心,之后会附上一个PPT的文本作业。 我希望你都写了啊,然后是一段朗诵的非常优美的散文。 好的,谢谢大家,今天的课就到这里了。 我们下节课,再见。 我们下节课,再见。